HELLO 我是Forens 今次跟大家介紹一個外國很流行的聖誕季節 The Grinch的面繪 希望你們喜歡 首先我會把青綠色塗上整個面 記得要塗上嘴和頸 然後我會用一支平的掃 或者斜的掃也可以 用一個深一點的漸變綠色去畫眉毛 如果你的眉型是打平的話 記得要把它向上斜上去 好像很兇好像很有氣勢 還有眉毛好像雜草 就可以了 然後我會用一個墨綠色去畫眉毛的細節 今次我會用一支最小的元素去做 其實都可以skip了這個步驟 如果你是用一個再深一點的墨綠色 漸變綠色去做之前的步驟 去畫眉毛的時候 就可以不需要像我一樣 再加這麼多的細節 只不過是要畫眉毛的尾部 用一個圓掃 畫兩個歐歐 做回The Grinch的圖像 去兩個眉毛 最後的時候 會有很多毛飛起來了 然後我會用一個淺綠色 淺綠的墊面色去畫一些紋尾 是一些表情的紋尾 例如眼尾上面 好像在皺眉頭的表情紋 然後加上眼磨的位置 眼底我們也要塗上 然後還有 好像她笑起來的有些法令紋 這樣也會加上去的 好 然後畫人鐘、嘴唇、鼻歌頸 其實我覺得這個The Grinch是有點像一隻小狗 所以它的鼻子好像一個狗的鼻子 甚至它的嘴巴也很像一個小狗 所以我之後會點一點點下去 做到有點鬆、飛起上來的感覺 我突然覺得不夠了 什麼不夠呢 就是那個漸變色不夠了 不好意思 所以我現在要補一個之前的漸變色 如果你們畫的時候 記得不要跟著我這個錯誤示範 這個聖誕關鍵麵圈又完成了 其實我是按照一個舊版的版本來畫的 現在在右邊的這個 我是按照一個新版的The Grinch來畫 不知道你們又會喜歡哪一個呢 記得留言給我 如果你們想知道新版的那個 我是怎樣畫的 或者我就會再多一個影片 最後如果你們喜歡我這個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Like去支持我 還有記得按訂閱 和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怕見到我最新的影片 還有記得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動態 下次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